猛男秀出性感肌肉 好莱坞商业电影 不只挑战观众的视觉神经 也揭露了现代人的健身热潮 收 收 很好 不要圆背 提 很好 一边运动还有教练提醒指导 为了练出肌肉曲线 无论是新形态的辅助器材 还是传统重训 业者透露越来越多人尝试 一周大概来三次吧 然后就加强自己的二头肌肢 二头肌三头还有胸腿 运动健美之外 英国学者哈金博士 甚至提出肌肉型男 和经济有趣的联动关系 越不景气 男性越爱上健身房 上网秀肌肉寻求认同 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 国家财政紧缩 情况越明显 像以前的话 可能大家只是自己去外面 合体跑跑步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近几年来 大家开始想要有身体上的一些曲线啊 体态之类的 可能会开始偏向上健身房 经济查自我价值转移 还可以从唇膏热卖程度 判断的口红指数 和裙子长短的迷你裙指数 以及男性内裤理论等等 观察景气端倪 同时也带动特殊的消费产业发展 三立新闻刘炳嘉诚一节 台北采访报道